改中文配音的好处是开车撞死人的时候可以听到附近路人的各种奇怪哀嚎 蒸汽版本的中文配音设置方法 先点内容 语言,然后改为简体中文 之后它会更新4G左右的档案 改完后进入游戏,如果你不习惯简体中文,可以把字幕跟界面改为繁中 如果你有直播或上传影片赚钱的习惯,建议把停用版权音乐跟裸露限制设为开启,这样角色就不会录咪咪或叮叮,也不会有版权音乐来抢走你的钱钱 但是,新创角色时建议你先暂时关掉裸露限制,否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女角下面会不会长了一根老二 这游戏可以调整胸部大小,也可以调整老二长度,但尺度的关系,这里不能分你看哦 进入游戏后,如果你是用AMBRX570这类的旧显卡,特效该关的都关掉,在1920x1080解析度下,FPS勉强能维持30左右 如果没办法接受30FPS,可以先检查你的影像设定 把FPS最大值限制关闭或至少把上线设定为60FPS 然后到图像这边,把AMD的静态Fidelity打开,解析度强化设定为50 这样调整后FPS可以跑50到60帧左右,但画面不太好看 接下来关掉静态Fidelity,看看正常画面应该是什么样子 材质细节的部分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FPS只有30左右 比较折中的方法就是开静态Fidelity,然后把解析度强化设定到80或85 这样FPS勉强可以接近40 画质也不会变得太差 以上,Google姐姐配音,附录一下中文配音的片段881 看走眼了呗,找别人也可以啊 看谁愿意接待一个在边境晃悠的流浪者 没问题,那你让让 啥 想出什么办法了吗 嗯 我打算绕开我和,拉一条线出来打扫 那样压缩机会一直转,有可能失灵的 应该升级2招式的实力 我让你发表意见了吗 好吧,现在看看能不能行 我刚才都跟你说过了 这 还真有两把刷子 问题是这能撑多几了 能开到叶之城就行 到那儿我再想别的办法 好吧 这天线看来不怎么管用 完全没听见一人进来 我用你说 嘿 麦克 我不知道你这儿有客人 刚来没几个小时 我 那我以为他跟你打过招呼了 不用慌 麦克 有什么事商量着来呗 你难道不知道来镇子上 要先跟警长打声招呼吗 告诉他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 哪怕只是去喝一杯咖啡 不用担心 我一会儿就走 我想问你的不是这个 对吧 我叫安德鲁亚斯 你可能听说过 我好像并没有 我好像并没有 上一次战争的时候参加过特种部队 听说过银色现弹枪吗 我好像没听说过 你不太好说话是吧 这是流浪者的车吗 这是流浪者的车吗 我还以为 我许好车就走 没打算在这儿多待 没打算在这儿多待 我许好车就走 没错 没错 你最好别多待 一看见流浪狗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家族的营地在哪儿 没有族人也没有营地 就我自己一个 我不信 流浪者们总是成群结队的 我的家族全都散了 所以我才打算去叶之城 那你算是流浪者里的流浪者了 希望你能尽快给我离开 上路去 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广播通信塔 我的天线坏了 但我需要联系别人 需要的是赶紧滚出去 一个字也别废话 我不想再看到你在这周围乱晃 多骂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不想找麻烦 那就别废话 赶紧上路 越快越好 谢谢 给我点私人空间好吗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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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